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开始于一场医学界的新闻发布会 一个名叫克里的医生发现一种名叫麻疹的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杀死所有的癌细胞 而又不会损伤人类的其他细胞 很快这个研究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临床上已经有了一万多例癌症患者被成功治愈 但很快大胆的医学实验就引来了可怕的后果 这种麻疹病毒虽然杀死了癌细胞 但也改变了人类的基因 导致人类变成了一种如同丧尸一样的怪物 很快整个世界就被这些怪物攻陷 政府只能建立了一个紧急避难所 在这一部分人类躲了进去 我们男主罗伯特原本是军方的病毒学家 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他就将妻女送上了飞机 而他自己则留在了城市中继续研发疫苗 但没想到逃生的飞机刚起飞就发生了空难 男主的妻女也在空难中不幸逝世了 就这样的时间一转来到了三年后 随时地球早已经破败普堪 繁华的街头也长满了野草 在过去的三年中病毒杀死了90%的人类 将9%的人类变成了一种名叫夜魔的丧尸怪兽 这种怪兽惧怕阳光但却十分逝血 一旦到了晚上他们就会出现在城市的街头 攻击一些非同类之外的生物 不过幸运的是因为对病毒免疫 如今在地球上依旧还有1%的人类 我们的男主就是其中一个 不过悲催的是男主所在的城市除了他外 似乎已经没有幸存者了 还好男主的宠物狗旺财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日子也不算太孤独 白天男主会带着旺财外出寻找补给 到了晚上他就会将自己所在的实验室 研发疫苗 因为自己本身是一个免疫者 所以男主就计划用自己的血液来制造血清 他企图将那些变成怪物的人类再变回人类 在过去的三年中 男主在几十种动物身上进行了尝试 但可惜的是他的事业没有一点进展 不过这天晚上就对男主准备休息时 他就一夜发现一只参与实验的老鼠有些活跃 他体内的病毒有很明显的减弱 出现的一幕 让沉寂了三年的男主十分激动 于是他便计划立刻击入人体实验 第二天一大早开心的男主带着旺财来到了街头 他和往常一样先到了CD店 选购了一张自己喜欢的CD 接着他又来到了码头 使用特殊的基站设备 向全频率发送了幸存者广播 虽然他知道这座城市可能已经没有幸存者了 但在过去的三年中 他每天都会重复这样的工作 在发送广播的空闲时间 男主还带着旺财在航母上打起了高尔夫球 突然敏锐的旺财发现 不远处的街区出现了一只小鹿 好久没吃过鲜肉的男主 立刻带着旺财追了上去 但在捕猎的过程中 旺财误入了一栋废弃的大楼 更不巧的是 吹动广子里还居住着大量的夜魔 男主和旺财的想动很快惊醒了这些夜魔 眼看着情况不对 男主赶紧带着旺财打碎玻璃后跳出来 不过夜魔的出现也给了男主一个机会 他找了一辆卡车 并且在附近布置了一个陷阱 成功抓到了一个落单的夜魔 不过让男主意外的是 对他准备离开时 飞虚中又出了一个夜魔 他竟然顶着紫外线向男主发出了怒吼 似乎是在警告男主 让他放下手中的夜魔 这一幕让男主十分的惊讶 因为夜魔变成怪物后是没有思维的 他们只会凭着本能向生物发起攻击 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夜魔可能出现了智慧 不过男主很快又打下了这个念头 为了尽快进行人体试验 男主也管布的那么多了 他赶紧带着抓到的夜魔回到了地下的实验室 并且给他注射了六毫血清 不过让男主失望的是 实验再一次失败 血清注射到夜魔体内后 并没有发挥作用 失望的他只能离开了实验室 第二天一大早 男主和往常一样带着旺财 出门寻找补警 但当他来到CD店门口时 却意外发现 他用来缓解尴尬的模特 不知道被谁抬到了外面 就因为男主准备上前查看时 他突然感觉抬到了什么东西 紧接着他就被一根绳子 拖到了半空中 晕了过去 等男主再醒来时 已经是下午了 再过一会儿 太阳就要落山了 男主赶紧割断了绳子 跳了下来 不过掉下来的时候 他不小心戳伤了大腿 无论男主只能慢慢的 向着汽车挪了过去 不过就在此时 上次对着男主怒吼的夜魔 再次出现 夜魔居然向男主 放出了几只变异的猎犬 还好旺财即时冲上去 为他挡起来第一波攻击 这次还让男主 回到车里找到了武器 不过在搏斗的过程中 旺财却被咬伤了 回到公寓后 男主立刻给旺财注射了疫苗 但让他失望的是 疫苗依旧无效 很快旺财就开始出现变异 最初男主不得不含泪 送旺财去见了上帝 旺财死后 男主的心态也崩了 他简单的为自己 帮助暗示伤口 然后来到了码头 向夜魔们都引了过来 接着他开着自己的车 冲向了夜魔群 几次冲撞过后 男主连人带车 侧翻在了路边 而此时 昨天那个夜魔再次出现 他爬到了男主的边上 就让男主准备 坦然面对死亡时 一阵强烈的紫外线 从远处射来 瞬间就将包围 男主的夜魔们 吓得落空而逃 等男主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公寓 而且他的伤口 也被进行了治疗 刚开始男主 还以为是军队来了 但当他来到客厅时 才发现 昨晚救他的吃一对母子 原来两人是收到了 男主发送的广播 才找到了他 简单的聊了一会儿后 男主带着安娜 来到了昨晚战斗的地方 他发现自己那天 踩到了陷阱 即和他抓夜魔 使用的那个陷阱 一模一样 难道说夜魔 真的进化出思维了吗 此后在路边休息的时候 男主看到水底男孩 突然醒悟过来 他可以通过物理降温的办法 来加强疫苗的作用 女主赶紧带着安娜母子 回到了实验室 并且找来大量的冰块 扑在了夜魔的床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 男主又给夜魔 注射了六号血清 虽然他正等待 在这次的试验结果时 公寓的外围 突然传来了夜魔的叫声 他赶紧打开窗里一看 才发现外面全是夜魔 原来昨晚安娜带他回来时 没有用酒精清除气味 夜魔们说着 他们的味道找到了这里 为了驱赶这些夜魔 男主赶紧打开了紫外线灯 但让男主没想到 下一颗灯架就被夜魔们破坏了 无奈男主只能引爆了 公寓外围的炸药 在炸药的帮助下 外围的夜魔很快被肃清 不过让男主没想到 爆炸炸毁了公寓的墙体 那个夜魔也来到了公寓外围 在他的召唤下 越来越多的夜魔蜂拥荣而至 很快男主的公寓就被夜魔们勾陷 男主只能带着安娜母子 边打边撤 最初三人一路推到了实验室里 不过让男主意外的是 随着他才惊奇的发现 被输出了一毛的那个夜魔 居然正在好转 但此时男主已经来不及开心了 楼上的夜魔也追到了实验室 虽然实验室的外面 有一块坚固的玻璃 但这么多的夜魔轮番攻击 玻璃碎裂也只是迟早的痴醒 不过就在此时 那个夜魔脑袋却没有让夜魔继续攻击 他在玻璃上画出了一个蝴蝶的形状 而被抓的那个夜魔身上 也有这样的纹身 可是男主才意识到 这个夜魔老大的目标 原来是这个被抓的夜魔 为了可以安全撤离 男主放下了手里的枪 他让安娜打开了玻璃 然后把这个夜魔还给了对方 救回自己的亲人后 夜魔老大似乎也懂了男主的意思 他抱着被抓的夜魔 便转身离开了 看着夜魔的背影 男主持人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残忍 他一心想拯救人类 但变成夜魔的人类 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物种 他们有家人 有思考 也有自己的文明 电影的最后 男主放弃了疫苗的研发 他带着安娜和孩子 离开了这座城市 让人去其他地方 寻找其他的幸存者 其实这部电影 有两个不同的结尾 花姐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结尾 所以解说的是这个版本 喜欢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去找来看看 好了就这样 我是不过30万粉 间接不再热脸的傲娇花姐 小伙伴们如果喜欢花姐的解说 可以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